不要是从这个网址 而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网址是固定的是在台英的网站上面 如果今天我的牌价是我自己的 假如我也在换这个币别 像你们不知道是不是 台北有一些地方 换外币最便宜应该就是那种 地下的那种钱庄 它那个就是 差价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 大家知道门路啦 我记得我以前有去那边换过 那如果说那个牌价跟它不一样 但是我的格式跟它一样 我私就有这种货币都有 但是我的牌价不同 我要有自己的公布的 就是我自己的媒体 我的媒体就是一个APP 以后的话我的客户只要装了这个APP之后 我以后公布就由我这边来公布 那以往的话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有一个webserver加一个database 然后动态网页再去装 动态网页当然你可以用ASP PHP JSP反正关于什么P 它的那个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抓database里面的资料 那中间利用的就是seql语法 其实不管哪一种P都一样啦 都是seql语法 然后用seql的方法 把资料get回来 那你需要的就是一个request 就是你需求哪一个辟别 它会给你一个response 丢回来 有点像 打棒球里面 球丢过去 它帮你丢回来 传回本垒之后 本垒再丢到 一垒啊 二垒三垒 有没有 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方式 那可是问题这样的方式 其实对它一般来说 其实 还有一点困难啦 就是你要先架一个server 才有办法完成这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希望 比较简单的方式完成的话 那我这边提供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把东西丢在google drive里面 然后呢 你自己可以发布 发布成一个web 将来我们去抓那个web的资料 就可以 那如果你你的那个 档案更新 它web也会更新 自动帮你更新 所以那个app去抓的时候 又会更新资料 也就是说可以 更新 由你这边更新 那这个比较适合就是说 第一个 资料量不大 小量资料 第二个就是说呢 就是说 小量资料 那第二个就是 你可能不需要弄得很复杂 然后可以很快的去抓 那这个做法上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连到台语网站 那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先产生资料来源 那产生资料来源要怎么做 第一个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 那 这边就贴到什么 贴到那个 贴到Excel 开一个Excel 然后把Excel选择性贴上 只有文字就好了 那把查询这两栏 删掉就好 因为我们要的资料 其实就跟云端 上面的看到是一样 只是上面的排一下 我将来可以自动 我可以由我们自己更新 我们只要它的格式 然后这边 大概这样 OK 那做完毕之后 你把它另存一下 另存一个活跃布 那名称的话呢 我把它放桌面上 可能叫做Rance好了 R-A-T-E OK Rance 的一个 Excel S的一个活跃布 储存 那储存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要放在哪里呢 基本上 我是把它丢在那个 我的云端上面 那怎么丢 特别注意就是 用这边的箭头 把它传上去 上传 档案 找到桌面上 不过呢 特别注意在做这件事情的话 请各位先检查个地方 做上传动作 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 齿轮里面 有一个上传设定 记得这个要打勾 如果你是英文版的话 请你把它看 要不要改语系 我这边已经改成繁体的 所以 看到的话 会是中文的 OK 那你就是上传设定里面 系的这个地方要打勾 它会帮我们把Excel 转成Google试算表的格式 因为如果你没有转换 你就没办法发布 这个确定要先打勾 打勾之后 把刚刚那个档案 把它传上去 档案里面 传这个档 那传的方法就桌面上 找到那个刚刚那个档案 它要RATE 找到它这个位置 OK这个 按开启 OK 那传上去之后的话呢 上传并共用 OK那传上去之后 这个时候呢 在你的云端硬碟里面 就会看到有一个Rent 因为本来有一个啦 不过你会发现 它的云端硬碟 重复的它们 没关系 你可以把旧的移掉啦 比如这个移掉 那我已经传过一次啦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两个都一样 我把它打开 OK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 就是 19种匹别 然后应该是现金买入卖出 第一个是现金嘛 第二个是 好像什么 旗 旗旗的吧 所以两种 OK总共有 五个栏位 对啊 这些资料 那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 把它变成网页 基本上呢 Google drive 有个最 最好的 我觉得它有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 所有的文件 通通可以变成网页 也就是 以往你要架 Web server 才能办到的事情 其实 现在Google drive 都可以帮你 完成 所以甚至有些地方 如果你不想要架 Web server 的话 可以用它帮我产生一个网页 那怎么样产生网页 这边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 在档案里面 有一个叫做 发布到网络 有没有 你按下去之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开始发 因为我已经发布 对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开始发布 那要不要发布 是 OK 那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网址了 那这个网址呢将来 如果你给人家的话 其实 在pc上面看到的 就会是一个网页 而不会是 一个那个 就是算表 它会是个网页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去抓它的话 基本上也是OK的啦 就是怎么样呢 那你可以 如果你要短的网址给人家的话 你可以用go.gr 把它缩短 然后再 产生一个qrcode 给人家去scan 人家看到的话也是这个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app 去抓资料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把它选取 我们把它 直接看那个source部分 这边的话有一个 呃原始码 那原始码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那基本上呢 它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一段 从那个哪个地方呢 从 从这个 一般应该是 我们从body这边复制好了 其实只要复制这一段 然后怎么样呢 一样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 把它复制到这一段 在DIV 把它copy一下 然后呢 一样放到那个 JuneView里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基本上呢 它做出来的 其实 跟 之前的有什么差别 其实把它贴上 切过来看一下 不过特别注意 它这边有包一个 所以你特别注意 它外面这一个 包的这个 把它拿掉 就好了 我们onload这边 工作表这边 把它 滴掉 我们找到那个 Table的地方就好了 找到Table开头的地方 其他部分就 就不用了 所以你找到那个 Table的地方 工作表下方 有没有一个Table 的一个头 在 上面这里 Table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Table 有没有把它 上面的部分 因为它 包在里面 所以把 工作表这个外面的部分 剩下 Table开头的 有没有 资料就出来 因为它把它包在里面 看不到 所以把它滴掉 那我们要需要找的就是说 这个 这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头一定是 呃 它的头一定是这个 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头一定是这一串 这一串开头 那你们可以 把它 如果要分析的话 一定是 这边的头 一定是这样 开头 然后底下后面的东西 什么 后面东西在这里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 它一定是 这一串 这一串 应该是到 这边 这边 OK 那后面的部分呢 基本上 它的格式都一样 差别 我们来比较一下 也就是说 基本上呢 它的格式 这个不用 应该是从 这里后面 也就是说 第一栏的话 美金啊 这些 它一定是 是从这边开始 那里面内容的部分 是这样开始 那每一个的前面都一样 那所以说 我们如果要抓到里面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一样 就是查什么 查下面这个 有没有 所以把那个 寻找的 对象 从 前面原来的标签取代 那它的长度 几个字呢 其实我算过了 有 25个字 好 那也就是说呢 你查到之后的话 然后也知道它的长度 就可以抓到后面的东西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先传一个 放在你的那个 Google drive里面 并且把它发布成为一个网页 然后去看一下它的 source 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 比如说我的 source 要变更的话 其实我可以 直接从 这个 这个 这个试算表里面 直接去发布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将来如果说里面的汇率你要变更的话 可以由你自己去决定 你可以去变更里面的内容 D 凉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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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